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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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是因为猴子很难稳住前妻 她前妻的作战能力太弱了 所以前妻要以平稳发育为主 不用一心只想抓人 没有抓人机会 就要老老实实帅倾线 狗发育 等装备成型之后 猴子一出山 就是天下无敌的齐天大圣了 对面有干江和鲁班 顾手不出 要是让他们拖到经济时评 我们前妻建议的优势就不复存在了 这时候就需要有红站出来 成为破局的那个人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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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明镜与点点栏目